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講 台灣地區,你知道他們經常說 大陸去買地,就講到撒有介事 就講到,因為他們是大陸來的,所以大家都 不肯讓他們買地,其實不關事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就誤解 以為被人搶地,這些幾個東西 原來一個台灣地區知名的團體 這個團體應該是一個宗教團體 他買了加拿大一個地方 就叫做愛德華王子島 那裏的土地 當地的媒體就說 原來就被這個 台灣地區的一個組織 就叫做福治爭團 在那裏大舉收購土地 都挺厲害的 面積大概有四分之一 台北更大 很厲害 當地居民 就是 相當地 憤怒,因為他們就批評 這個福治爭團 轉這個法律的漏洞 完成了土地交易 那麼他們省 這個愛德華王子島所在省份 的省政府 將會調查土地所有權的情況 但是他們加拿大的發言人 就說 這個是 信徒自己買的 是自發的 那 其實我也相信是 不過 亦都證明了樣子,其實這次節目我們就說 人家不會理你 來自哪裏的 不是好像你這樣 因為 這些大陸人形象差,所以不賣給他們 當地人就不喜歡他們 這個 不是大陸的團體 是台灣地區的團體 我們經常都強一點 就是 你在外國 很多時候人家不分你那麼多 尤其是 右翼人士 那麼肯定就會撥一些人出來 就說你買什麼賣物 當你們 那些黃友綠友都覺得 哎呀,你大陸人 支持 這個什麼共產黨政權 真是不關事 最蠢就是這些 最蠢就是這些 你說得對 即是在海外那些 是的 他們是分島的 分島嗎 如果在海外說這些 真的蠢到沒有人有 因為真是分島的 不過後來那些人有條理論就是 最壞都是你們,假裝我們這樣打扮 假的 你們自己出了多少帖子 一看你們的裝扮 是內地人的裝扮 有個風格的嘛 不蝕和他們一模一樣的嘛 但是 證明了很多時候人家是分不來 分不來 這個根本是 老實說 如果是我們自己有 自己是唐人 我都大概知道 看上去都知道是不是大陸來 或者是不是台灣來 或者是不是香港來 但是很多時候我都分不來 但是他們有些依著是 比較鍾情於某些依著的 但是 西人他怎會跟你分 而且他分來為甚麼 我想問一下 他分來為甚麼 捧世價值 我支持你 所以 是你們自己要分 是你們自己要分 你說得對 你看看一件事 他們經常說 因為你們不支持民主 所以國家的人 反對你們 不讓你們買地 現在這件事就不是 不是 不是 不關事的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些人 覺得外來人口會影響到他們生活 這個就是最大的現實 真的不關事 當然是不是有誤區 我覺得是有誤區 我覺得 這個 台灣地區團體買地 如果是合法的話 真的是沒有問題 當然你知道 有些政客總是會出來說 他們這樣這樣不行 原來福智 爭團在2008年在愛德華王子島成立大國佛學院 之後不斷地在當地購買土地 興建大營的道場和多鎖佛學院 其實我們這裡也有 比如 星雲大師的 佛江山 其實我們這裡也有他的一些東西 沒有這麼大 廟佔地也大 還有 就是上人的 詞制更加有實力 我也帶我兒子去詞制有一個圖書館挺好的 還有他們 佛江山 新南威士州是南天子我們有中天子 其實他還有一些中文班挺好的 我覺得那些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 現在也覺得 再說一次 福智爭團 是沒有問題 在當地賣地 但是這個蔡政府 看到 他也不敢說 如果是大陸 的話 肯定那些陸媒 出來說 這樣不行 這宗新聞陸媒說得相當平和 這樣這樣這樣 說個事實出來 如果是大陸人買的話 或者是大陸一些團體賣 你不肯定 你肯定 抹黑 不過他們之後也有說一件事 因為 裡面有很多大陸信眾 你也可以這樣說 好厲害 其實這些 宗教團體 它也是很廣泛的 它是不管你哪裡來的 就算很多 一些信 佛教 當然是 大中華地區的佛教團體 其實很多越南人 真正的越南人 他們也會去信 也會參加活動 宗教團體 其實 正常的宗教 很多都是不理你是 什麼族裔 你自哪裡 其實 他們都是為了將他的 這個理念傳送給你 所以他們是不理你那麼多 當然也有很多西人都是信佛教 原來 這個組織 他們有些 叫做保護愛德華王子島聯盟 一個叫公民組織 就說 福智和有關聯的人員已經在當地買 很厲害的數字 在當地購買了17,000英畝的土地 這個數字很大 他們也說 控制了 要控制 控制了 所在地區 國王 郡 的 其實不是很多 4%的土地 而國王郡 大概佔愛德華王子島的面積是 四分之一 那麼 當然你也說是很厲害的 事實上是不是很厲害 土地對於我們來說當然是很大 因為大概就是 68.85平方公里 這是多厲害 事實上是多厲害 因為四分之一的台北 台北在台灣大城市 是嗎 四分之一的台北 大 目前 福智 在當地有5個佛學 校區 應該是過千的 學生和僧侶不斷 進入校區學習佛法 這個對當地 我覺得有一點歧視 這個對當地生活文化 和文化大力衝擊 我覺得不是 人數他們覺得太多了 因為我認為黃子島是個小地方 地方不算小 但是人很少 現在有幾千人 可能他就覺得 因為你知道 等於利塔斯文尼亞 他人 在市會地方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族群 過百年看到自己的族群 突然之間 相對於來說也不是很多 但對比原來來說真的多了很多 對比來說轉多了很多 有些人是覺得不舒服的 包括我們在這裏 Turumba 陶翁巴士亦被稱為澳洲花園城市 其實 他亦有這個 淨土中的一個 佛學的一個 場所 也有很多人的 也有很多學徒 我和求工去過 乘巴士去過 其實 一下車他就問我 你是不是彩虹人來的 什麼事 他們覺得 你們 信這些東西的 幾人 又不結婚 又是 可以約束自己 你們是不是什麼人來的 他真的 很多的 這個叫做 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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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在 街上 因為那時候是住了一個星期 就說說中文 街上我都說過 Please be English 突然之間有人在那邊說 那也算溫和 有些叫你 快點回去 大灣區 你的總直角 你的總直角 我們這裏 曾經有人試過在 酒店的餐廳 都算是高級的地方 因為那間是剛好可以喝酒精飲品的 說話比較大聲一點 然後真的有 無裔人士走去 華裔身邊 叫他回唐山 真的 真的 這個很奇怪 所以這個蔡政府 你不是說 你們那些組織 說不會令到 台灣人受到委屈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個委屈 而且宗教團體 應該為它發聲 當然他當然不敢得罪西方 在西人面前 虎巴狗 我們看看 這個愛德華王子島 其實人口很少 176,000多人 也是加拿大面積最小的省份 只有5660平方公里 島上多數是一些農家 家庭農場 為了保護土地 愛德華王子島在1980年代公佈 《土地保護法》 企業最多只能買3000英畝土地 個人最多只能買1000英畝 非居民只能買5英畝 如果島上有些信眾 如果有信眾 每人買1000英畝 買了之後 捐出來給他們的組織 其實你真的不能說 當然這個就是他們說 這是漏洞 但是這個土地保護法是為了 讓人們亂開採 亂開狠 究竟你的初衷是怎樣 如果你說是漏洞 只要是堵塞漏洞 你說什麼文化生活衝擊 我就不認同 其實我覺得 這個西媒錦社根本是有些歧視 你們不是尊重每個人信仰嗎 當然是小地方 小地方的人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全部 有些小地方的人 是不喜歡外流人 因為 他的舒適圈破壞了 以前不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省的居民也說 這個團體 你用法律當中漏洞 通過公司或者 信徒 個人 的網絡 分割 跟我說一樣 每個信徒買1000英 加起來就多了 如果是 右翼媒體 尤其是 吹吹吹吹吹 會排斥 是排斥他們的 現在也有些排斥的味道 所以 這件事 現在 加拿大最大一份媒體之一 環球郵報 以前家產生也有叫我看看這份 當然環球郵報也是 多倫多星報之後第二大的日報 他也是有廣泛報 是廣泛報這件事 只要這樣說 吹吹吹吹可能真的有機會 還有他們的 民眾就說是 掠奪土地的 我覺得是 掠奪土地 未至於 但如果掠奪 他真的不是商業性質 是全佛學 可能慢慢連這個宗教 如果再這樣吹下去 連這個也是 排斥賣 我相信 看看 加拿大環球郵報這份第二大報分析 涉及福智 增團的幾百份土地所有 權民件當中發現 大部份土地都是 用信眾的個人名義擁有 一些信眾擔任福智其下不同機構的負責人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 因為我之前也陪我購公參加佛學團體 其實 很多機構 的一些負責人 是 真的付出很多錢 很多 通俗地說有錢人 其實很多人做這些 因為有時候 都是要這些人 經濟上付出的 因為這是 你知道 入世和出世 在佛學上說 你都要把握的 有時候你真的沒有金錢 去辦成這些事情 是不是現實 是的 不同機構下面的負責人 他們的這個機構的 業務和土地關係 又出現了重複 這是宗教團體的特色 再加上 福智不公佈 詳細成員名單 但這個我反而可以選擇 因為有些 他覺得是 一部詩的一種 其實他不想出名 因為很多 信眾比較低調 很難掌握真正福智 掌握的土地面積 那你就要看看哪些是他信眾 當地民眾說 他們不斷地買入土地 已經導致農村社區的房地產價格上漲 但加拿大到處的房地產價格上漲 現在當然是 高息之下有些地方的跌 而且很多房產至今仍然 至於限制狀態 亦加劇了當地的 住房危機 福智說 他們在愛德華皇子島 購買土地完全合法 他們的發言是西人 Elie Kelly 說 他是極少數出生 在這個省的僧侶 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土地的爭議時 說 都是信眾買地 自發性的行為 他亦說了 如果我們是 天主教徒 就沒有人質疑我們 也是 他也說了 歷史上任何 來到愛德華皇子島的新團體都經歷同樣的事情 他們就說 但是民間就說 福智不單止宗教團體 亦經營著很多生意 有有機農場翻譯 出口部門 還有擁有電子 電子是否電子佛機 亦有很多 基金 亦有很多 公司 但是那些 公司會不會 還有 捐贈者的財團 的 賄贈等等網絡 網絡 加起來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正常 這些東西 老實說其他基督宗教團體 都畫少有些東西 但是沒有人說他們 因為他們是自己的信仰基礎 他們說福智的網絡很複雜 由一小群高級成員經營 佛教學校只是小部份 其實我覺得 真心說我也是有少少污衊的成份 這個報紙也說 福智目前 是由 一名被信徒稱為 余真老師的女子所領導 然後台北說余真是 出生在中國 中國多數時間居住在加拿大 其實 又有什麼問題呢 星雲大師也是出生在中國 中國大陸 當然 台灣中國部份 余真老師出生在 黑龍江 大家也知道 49年了 大家都知道 亦使得很多人 去了其他地方 真心說這些 又真的有什麼問題 當然我覺得最後就是 他是看新來的 或者不是他信仰的人就是不舒服 這個福智也說 余真老師擁有最終的土地決策權 但是余真老師拒絕訪問 這個很正常 如果他真的潛心佛學的人 都不想接受那麼多訪問 這個加拿大稅務 的文件和 外德華王子島的土地銷售紀錄 亦顯示 從海外 從海外來的捐款 以及來自台灣地區和 大陸的福智 一些企業的營運資金 有幾高達幾億加幣 加拿大 但是他那些也是不奇怪的 真心說真是 基督宗教的團體都是有這樣的 不過 我覺得 對於 他們 我覺得是有其事成分 原來 這個環球郵報就訪問曾經在福智內部擔任董事的一些人 他們 就指控福智 你當然找些擔任的董事是不是跟福智 後來不適合 對福智的捐助資金 管理不善還有文件顯示 海外捐款資金曾經匯入福智 一些核心人物的帳戶 福智 是駁斥相關批評的 2008年福智在外德華王子島就落腳的時候 其實他們政府就把福智 捧為上崩 認為福智 會帶來 因為始終有些信眾來 在當地都會 有一些 大動當地的 有些競爭 那時候是否相對現在就少人一點 少很多 所以 亦希望當地的發展可以有他們貢獻 曾經在國王郡 社區擔任市長的一位叫做 康芬 又是叫 棺材小姐 一開始農民很高興 能夠從台灣的 因為他賣地 能夠從台灣的那些 信眾那裏 有些是中國大陸 但主要他都是台灣的信眾 還有一些其他海外華人 得到豐厚的資金 輕鬆退休 但是他們 發現 福智越買越多土地 就 知道他們的計劃是不同的 愛德華王子島的省長 金恩 正在調查中 說不會將土地交給開發商 他真的不是開發商 其實他這句話很聰明 他們不是開發商 因為他們 是 慈善機構 都是有經營的 但是他不是真真正正的 開發商 不是賣商品房 是嗎 我想他最多都是整圖書館 或者是 道場 寺院也有 道場 所以 我覺得最後 可能是沒事的 不過會收下法律 包括宗教團體 也會看得緊一點 但宗教團體 我估於 其他地方信 你覺得會否限制他們再賣地 我相信會 我相信會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OK 拜拜